NBA要说好看 球员实力最接近 还得是从90年代开始 在这之前的NBA 含金量真不高 我是一个很反对后骨搏金的人 从90年代开始 NBA才算是走向了全世界 才有更多篮球天才被发掘 这30年期间 每一年都有状元秀 不过并非每个人都能兑现自己天赋 今天我们就根据球员自身实力和荣誉 重新排出了NBA近30年的五大状元秀 5.戴维斯戴维斯当年可是被誉为全美之子 足以看出联盟对他的期待 他天赋很好 不管是动态是静态 那都是同身高顶级 进入NBA后 他很快成为了攻防一体球星 常年都是场均20分10篮板 两盖帽数据 四次一阵 两次一防 三次盖帽王 八次全明星 20年夺冠后 生涯就没遗憾了 戴维斯绝对有实力竞争MVP 只可惜伤病影响了他的上限 他跟顶级内线最大差距 就是健康度不够 四 艾福森伟大的无冕之王 作为地表最强1米83球星 艾福森绝对是矮个后卫里的天花板了 他是历史最矮状元秀 同时也是最矮得分王和MVP得主 他引领了NBA的潮流 笼钩头造型一直被模仿 生涯11次入选全明星 三次一阵 三次抢断王 巅峰时期如果能有强力队友联手 极可能拿下总冠军 三 奥尼尔奥尼尔篮下进攻 确实无敌 他一旦进入三秒区 要么是犯规 要么就是目送他报扣 八次一阵 一次MVP 两次得分王 三连冠加三连FMVP 不过奥尼尔带队差强人意 他是被横扫次数最多的巨星 他的优缺点明显 并非外界所说是战无不胜 最起码跟奥拉朱旺比较 奥尼尔综合实力还是略微逊色 二 邓肯一人一成一千胜 19年为马刺五次夺冠 自己三次FMVP 还有两个MVP 历史唯一15次最佳阵容 15次最佳防守阵容 15次全明星 他的稳定性太可怕 邓肯攻防一体 一直都是球队中流砥柱 巅峰长度逆天 生涯末年一样吊打波时 如果他自私点 数据能好看很多 MVP肯定不止两个 一 扎姆斯榜首是扎姆斯没悬念 常规赛得分王 季后赛得分 四关加四FMVP加四MVP 这荣誉够多够硬 13次一阵 5次一防 历史唯一311 总之 你能想到的一切 詹姆斯都做到了极致 等他实现四万分壮举 历史第一人 也许就不是乔丹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